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非蚊症不是一个病 非蚊症只是一个病症 是什么意思呢? 只是泛指一些病人 看到一些东西在眼里觉得好像飞下飞下 这些飞下飞下的东西可以有不同的形态 包括有些病人会形容为好像有些小蚊 或者有些蚊 甚至乎一颗蚊 我有听过有些病人会形容觉得自己的非蚊 好像一只蜜蜂 甚至乎蟑螂都有 所以什么形态都有 其实要知道自己有没有非蚊症 最容易看到的是一些白的背景 例如你是光的地方 或者你的肠子是白色的时候 你会觉得容易看到自己的非蚊 其实非蚊不是纯粹眼睛 一些混组的问题 很多东西都可以呈现出来是一个非蚊 其实眼里面所有的物质都可以看到是一些非蚊 包括如果是血 它可以看到红血球是一些粒粒的非蚊 或者它是发炎 一些白血球都会看到是一些非蚊 甚至乎眼球里面的血丝 甚至乎眼球里面的血丝 可以看到是一条条的 都可以是非蚊 但是我们最常见的非蚊症 就是其实是玻璃体的混组 那什么是玻璃体混组 和哪些人会有玻璃体混组的出现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 就是小朋友出生后 在玻璃体的位置 就像一个透明的啫喱 它本身透明 和是一个有啫喱状的状体 本身非常清澈 没有混组 但当我们到中年的时候 又或者是一些心近似的病人 会提早有一个情况 叫做后玻璃体脱离 后玻璃体脱离 那是什么呢 后玻璃体脱离 就是指我们的啫喱体 本身原本就是黏到下面的 视网膜黏住了 但是当中年的时候 或者退化的时候出现的时候 这个后玻璃体脱离 慢慢就会离开我们的视网膜 在这个过程的时候 这个啫喱体 就会变成水状 慢慢地出现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会产生了一些混组的物质 病人就会看出来 形成为一些非蚊症 非蚊症 所以很多人都有 只会你过中年 老人家 或者早期有些退化的情况 就会看到有非蚊 另外有一些病人 他的眼内有发炎 例如有红膜炎 也会看到有非蚊 有一些病人 被人撞击过眼 或者打球 踢球 散到球饼 或者打架 碰到眼的时候 有机会有见到出血的情况 也会见到非蚊 所以非蚊的原因可以很多 不过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就是有机会是 视网膜脱落的先兆 原因就是 当玻璃体变化的时候 它会产生了拉力 这个拉力就有机会 令到薄的视网膜 尤其是心近似的病人 会形成有机会 视网膜脱落的情况 所以 非蚊 我们是要分两类 一类就是急性的非蚊 就是患者突然间出现 急性的非蚊 通常我们说 这个急性的非蚊 最怕是眼内发炎 或者视网膜脱落 第二种就是良性的非蚊 良性的非蚊 就是刚才我说 很多时退化的时候 有发生的后玻璃体脱离了 如果说急性的非蚊 我们通常会告诉病人 记得要留意 和找眼科医生检查 原因就是 我们要豁除 视网膜脱离的可能性 究竟如果这些非蚊 一出现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减少 或者有没有办法 可以令这些非蚊 其实在急性出现的时候 我们最想知道的就是 视网膜安不安全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观察期 这个观察期 就是为期大概三至六个月 医生会叫你定期回来 帮你查视网膜 希望视网膜不会有窗窿 或者有脱离的情况 去确保你的视力能够保存得到 但是当有良性的时候 已经有很久的非蚊 而你又觉得非蚊 真的很困扰你的时候 可以考虑有两类的方法 可以去减少这些非蚊 但是我们要知道 其实大部分的非蚊都是良性 如果你不理它的话 慢慢习惯你会觉得 没那么明显 而这些非蚊 通常也未必会影响视力 但是有一些病人 他真的觉得非蚊令到他极度困扰 真的很想把它割走或者撤除的时候 现在是有非蚊的激光 又或者非蚊的手术 但是两者都会有它潜在的风险 那就记得到时想问一问 你的眼科医生 究竟适不适合做这两类治疗